好 回來 這個是今年較早時候的訪問 因為那時還在講拜登的administration 即是拜登政府拜登去連任 應該這個起碼都是六七月這樣的片 很清楚的 這個是come from Traylor的移民 他說為什麼 當然不夠膽說全部 為什麼他們會支持特朗普呢 因為現在的民主黨 或者是拜登的政府 是走一條路 走社會主義中 最終的eventually就是共產黨 他說這些人不知道 即是美國的人 我們知道 我們很清楚 根本他們就是共產黨 接著那個記者就問他 特朗普反對移民 他說特朗普沒有反對移民 特朗普是反對非法移民 這個是很清晰的 好了 我其實在心裡想 為什麼有這麼多人會支持 賀錦麗或拜登 我不是說 應該是說他們那種意識形態 為什麼呢 先不要說到他們這麼極端 是共產黨來的 就算一些左翼 我們看以前 譬如說 JFK那個年代他們民主黨 那個論述和現在是不同的 那時候真的是一個工人黨來的 是不是 為什麼會這樣呢 你說好 不是 他們看那些 有一部分 你說他們看得太多那些媒體給人洗腦 是不是這麼容易洗腦呢 真是沒有腦的嗎 很清晰的 好像就說 什麼都不要說 我真是想看歐加倫這些 怎麼回應 現在你主要在八格就都出來 說我不想的 我不理會是他不想 什麼都好 事實就是 原來他真的有宣傳過 那時候歐加倫之流的人說 宣傳都對的 因為他講那些事 是煽動人家 是不好的 那你何為第一修正案呢 即美國的憲法裏面 先不要說是否總統 是人都有權說話的嘛 那為什麼去到這個位置 你就覺得 一個這樣的私人機構 一個facebook 竟然可以censor一個那個 還是美國在任美國總統的說話呢 你真是很微譜 這樣是很難事緣其說的 不讓人說話 有什麼不讓人說話呢 共產黨 獨台者不讓人說話呢 Trump 有沒有讓人說話呢 過去四年 什麼都可以說 不過他就會和你鬥爭 他又 譬如CNN那些吵架 他又吵架回來的記者 是這樣的嘛 有一部分人是不給那些所謂的 為什麼呢 他是尊重那些這樣的媒體 就會使我和他們一起 當然會覺得自己更厲害 另外一種就不是的 另外一種就簡單一點 就不喜歡Trump 這一種 戒道朝朝朝朝朝 玩女 其實都證明不到他 不理你講的嘛 我當他是 有些人真的不行的 總言之要四平八穩走出來 屌你 到某昂言 就可以的 總言去問別人的小妹的頭髮 或者兒子 屌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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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屌你屌 你 屌你 屌你牛你屌你一定是小 arrow 我們就 屌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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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屌你一定要睡 стол堂次den裏 首先別說 譬如特朗普那天接受訪問 他說不要跟我說這些 像賀錦麗那樣 我想他一時是黑人 一時是印度人 那是黑人還是印度人 其實他的快反應就是 說賀錦麗是變色籠 希望他回應 但那些人一聽見他口中有black 有這些人 就說他歧視 你那些人不去聽的 你就沒腦位 因為你真是特朗普 你真是特朗普還不真是特朗普 你要講事實擺道理 他平時政策都不理你那些有識人種 怎知他們選舉假扮跟你吐親 其實就不用講了 你只看一陣子的政策 你看一下 真是活該 所以有時候我講得很嚴重 那些人都不以為言 但是加州 我跟他們講 真正有錢的人已經不斷走 真正有錢的人 你那些人還在屁股 自我感覚良好 就繼續在這裡 屁股你這個國家 屁股你 亂想到這樣 但他們真是不知 不只是和平與愛 你像現在大家看那個屁股 你想一下那幾天 民主黨大會 說甚麼 都不斷製造仇恨 You know why 為甚麼 因為他們知道一講政策 一講道理 是不夠講的 你現在民主黨的民主黨都被扭底了 因為真是很快 講一下九月頭還是九月十日 就變了 那些人都會說 他們不是這樣 到時學會這樣 啊 哈哈哈哈 又這樣啊 又這樣啊 為甚麼 唯有製造到屁股 你說 既然自己也不行 沒有辦法了 先對去吧 真是誇張 又繼續用法司法搞去 因為他想說 其實 所以特朗普現在沒有甚麼特別要做 有些人就這樣說 特朗普就不想再去consulate 他們粉絲 粉絲已經很consulate 好像一杯子一樣幫我舞票的 他應該要多講一些政策,兩題,我覺得兩題,沒所謂的, 因為我現在想學這樣就贏,我讓你們知道什麼東西叫做專政, 可大可久,在這一點上,我真的不覺得他們可大可久, 因為這幫民主黨,只不過是選舉之下,無所不用其極的, 這個制度都還可以上傳,他們不是了,這幫人已經, 這幫人拿了拳之後,你想想做什麼, 你現在再連結一下,我不想講,因為我自己都不足夠的資料, 也沒有證據,你要去推測,根本在戰後,一直以來都是, 這幫左膠,屌你了,真是違和,你現在才說,又搞成怎樣, 好了,現在這個我很想快點通過, 他就說不讓人移民,就說很慘,屌你了, 他就猜問好人不引導呀,為什麼要不讓人人越來, 我到現在都大逃跑,我覺得好人不再交,屌你了你老母, 在我們去移民某個簽證的,問三問四, 人家也不想正確,我屌你了老母,喂, 是 全家居 要走進去就可以了 走進去 所以你沒想辦法 給錢你花 給書你讀 要不就申請暗咕咕 要不就要去錄那些綠卡 幾個水一次 美金 不知道剩多少 抽綠卡 只有綠卡而已 居留權 要不就幾個崩州 這個法例真好 這個法案令到加州成為全美的第一個 向非法移民 買樓者提供首付援助的州 還給你錢 還給你美金還未兼 好了 州三獲得批准的第1840豪議會法案 將允許沒有正移民 沒有正移民 獲得該州的納稅人資助的住房貸款計劃 這個計劃為符合條件 首次貸款者提供15萬美金的首付援助 這條數我不看 我當是貸款而已 要還的 杏家糕 我沒有身份的 身份證都沒有 我非法移民來的 之前就說給幾個東西我洗 那些小孩就有書讀 我現在還給錢買房子嗎 其實是買什麼房子 是買票 說來說去 我又不明白 其他州 紅州 為何可以不反台 民主黨控制的州 就算聯邦法院 不可以 不是公民 當然不能投票 他不可以你 他是不查 他是這樣投 投完之後 大家經歷過2020年 你那些人發覺 你不肯對老 你不肯可以投訴 他不肯受你 太早 等到法國先 接著說要證明 他們這班人 是非法移民嗎 又搞一大陵 還要司法複合 不是司法複合 再上訴 誰說 但你不肯扯了頭 你不肯是 美國人可以投票 為何我被你沒有投票 你是不是不肯扯了頭 但竟然有些人 是美國人自己 因為他們仇恨了特朗普 或者共和黨 就覺得很合道理 對 合道理就給你錢去 我長話短說 你要給錢去的錢 其實去年 加州 原來這個曾經 我不知道 這個是州 當然 州就是等於國 全世界 我記得 第五第六的經濟體 竟然曾經 加州 你有沒有印象 真是很想錢 給很多國家富庶 去年赤字 不想多 幾百億 很多人 其實窮和黨的人 不斷批評 甚至乎在民主黨的人 都吞吞 對上一年 真的 四百六十億赤字 你越是 其實借了這些錢給你 就令到 很多本身 是加州生活的 真是美國的citizen 或者陸客的人 陷入水深火 現在的錢 就是這麼多 所以既然是這樣 你怎麼支持他 何可理想 還肯定都是 我要等蠢人 我才開心 如果不是當日我沒有投票 就被阿周號頂 我就是這樣 我就是這樣 你問我何不何悔 都是這樣說 這麼笨 好了 另外 還有一單細新聞 我的網友 衛料給我在美國的網友 你問我 你問我 好嗎 現在的家長出來說很害怕 我不要說LGBTQ 在南加 聖地牙哥縣 有一個 叫做 你們不認識的 我都不認識的 杜爾祖拉的聯合學區 有一班 看上去像是非法的移民 在這個禮拜裏面 兩次試圖在94號高速公路 接了那些校巴 原來想上校巴 那當地警監 給家長一封信表示 他說 星期二 有三名移民在高速公路中行走 試圖 攔截該校區的兩校車迫使其 於是校車位避他們 就繞了圈 另外在星期三日早上 連續 有二十多名移民 衝向一輛正在一個車站 接學生的巴士 好在那個巴士 那些人就馬上開車 所謂學生和公眾司機是安全的 有目擊者說 他說見到那些成年人 他們不是背著背包的小朋友 在成年人 試圖衝上車 所以現在 但是司機聰明 因為剛剛好 最後那個小朋友上車開車走 那些家長又說很難搖底 很擔心 那些人 你怎麼沒有擔心呢 聖地牙哥是什麼 其實就是邊界 近邊界的 這兩年入面 獲得五次 什麼殊榮 非法越境最繁忙的走廊 最繁忙的 最繁忙的 在兩年入面 每個月算一次 兩年就二十四個月 他獲得五次 非法移民入境的走廊最繁忙的 最繁忙的 就是等於 我們踢球 他們說 財場都有一個 什麼什麼什麼 什麼什麼 什麼什麼 你們呢 又要投個獎票 是吧 因為為什麼呢 何錦麗之前 在加州做的 什麼檢察總獎 都是選出來的 你們投的 現在又哭 對 對 大家都在那裏 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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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幹什麼 幹什麼 你上車 你說幹什麼 拿牛奶喝 吃麵包 好嗎 好 好 好 另外 加州現在這個州長 這個叫 Lewsum 終於簽了 一個法案 打算去終結這個寧元寇的亂象 為什麼現在簽 因為被人丟了 這個混蛋 才知道寧元寇 不說 現在是選舉 就準備簽了 他簽了 這個是一籃錢的法案 主要是什麼呢 就是 如果 你們那些 是 是 慣犯 即使你是 950元 樓下 你去拿 但我們可以 將你的罪 合併 就是 因為你是慣犯 肯定之一次 於是 你都可以 變成有罪 就希望阻嚇別人 去 你怎麼搞 現在去 我去看那些片 那些什麼 賣牛扒 牛扒 那些 那個 好 很重 牛扒 2元 3元 那些 你沒看 好了 但是 是不是可以呢 好戲在後頭 為甚麼呢 因為剛才那個是劉沈 劉沈 柳松 提出一個法案 希望可以支在結束力圓構 但是加州議會在11月 即是選舉後 又會對第36號提案進行投票 36號提案是甚麼呢 就是取消部分 現在被視為輕罪的犯行 包括偷東西 或者毒品 OK OK 好了 這一個提案是強一點的 即是取消了 偷東西都是充罪 其實是比劉沈那個合理很多 但是劉沈不反對 作為州長 你想一下 你剛才想一下 我一直看新聞 你說只要是慣犯 我們可以把罪案重疊 這樣就變成不是950了 於是我可以抓他了 但是那個是 你直接想 你很理會吧 那些adming cost 很多都很煩 至於11月提出這個法案 其實簡單一點 本來他說是輕罪 變成重罪 那你就可以抓了 要進行辯論 他反對 民主黨 為甚麼 他說因為這樣 監獄會爆 我們沒有那麼多監獄 這個也是當日 何錦濟通過這條條條的原因 因為監獄會爆 但這個世界監獄會爆 即罪案多 是你們的問題 有時候有些事沒辦法就起多一個監獄 再不是的 你不要那麼傻 搞好經濟的人有事去做 家中真的是有多好的地方 有事去做 就不肯去偷 搞你不肯是 鼓勵同性戀 拿救濟 非法移民 搞你那麼威 食白粉 你看三藩士 現在變成甚麼樣子 那搞你那當然不肯做 我肯咎我做 是吧 好了 於是說放了一些移民進來 非法移民 想著會投你票 我告訴你 你這群投你真的很肯咎 以我們對這些阿菲拉的朋友的認知 他是進來的 多謝民主黨給我進來 接著他投票 投票共和黨 為甚麼呢 因為他繼續放人進來 賭你 賭你 賭我飯碗 待會我們老爸老母就走過來香港 你還要下來 我賭咎你 合法的 都還沒有辦法 非法 賭你 你說幾個狠狠 那些人是不是要 家中是不是要給 是直接要給民主黨贏 所以特朗普 我不知道有沒有聽 昨天還是前天 香港時間 他說 如果今次的選舉是耶穌做 就是計票 加州他都贏 我相信 為甚麼呢 其實我很多朋友跟我說 上屆他們都是投 很多加州的朋友 都是投特朗普 他傳統藍州 就是傳統藍州的事 你去到這樣 你還投他 你真是傻的 但是沒有人敢 沒有人敢 反正也是 投他 我希望賭你 賀錦麗 新增大寶 黑人總統 有女性 黑人總統 口水要大 幾個前進 還有南非 亞裔 不是 南印度 南亞 亞裔 非洲 你有沒有 而且 人們據說 靠被人屌 為甚麼被人屌 不可以做了總統 對不對 好 休息一下 謝謝